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的方舟降落在一个小镇上 这个小镇的房子都很矮 但就在这么多的矮房子中 却有一座特别特别高的教堂 它的尖顶甚至冲进了云霄 镇上的人都叫它通天楼 这个通天楼其实是这个小镇上最大的一座教堂 镇上的人无论平民还是贵族 每周都会来这个教堂祈祷 在这高耸的大教堂底下 有两个一高一矮的神父 正坐在教堂门口的石墩上唠嗑 诶 你说 这都多少天了 卢本斯爵士的话怎么还不见诵来 高个子的神父回答道 可能卢本斯爵士身兼述职太忙了吧 听说最近他又作为大使 外交官出国了 这时 矮个子的神父压低了声音小声说 又不是他本人亲自话 跟他忙不忙 有什么关系 别说了 快干活吧 高个神父做出了一个虚的动作 然后走进教堂 这位公务繁忙的外交大使 就是我们今天要认识的艺术家 卢本斯 因为外交大使的身份 艺术家常常需要出国执行公务 因此他没有太多时间画画 但是人们又都很喜欢他的作品 那怎么办呢 卢本斯为了保质保量 完成大家的订单 他就培养了一帮 画得和他一样好的人 帮他一块画画 比如背景一些不重要的地方 重复性的涂色 就交给了助手去做 但在执行公务之余 卢本斯也是放心不下他的艺术 他到处搜罗 可以让自己的画 变得更漂亮的东西 比如他这次就带来了两样 神秘画材归来 咚咚咚 快开门 卢本斯爵士回来了 紧接着 蹭蹭蹭 一阵杂乱的脚步声传来 一下从屋里出来很多人 爵士 您可回来了 教堂今天又来人了 又婉转地催了下 我们还没画完的下十字架 这个下十字架 讲的就是古老的圣经故事 耶稣的家人和他的信徒 正齐力地将已死的耶稣 从十字架上卸下来 教堂向卢本斯下完这个订单 但是他一直拖着没画 不急不急 卢本斯神态自若地说 你们看 我带回了两样东西 有了它们 今晚我们就能还完 而且还保质保料 嗯 什么呀 一件是马蒂树纸 什么 马蒂树纸 那是什么 就是树油 调色的时候 就可以加一点 不仅能让咱们的画 颜色瞬间变亮 还能永保青春 第二件呢 就是这种 纯度极高的红色 快看 你们之前见过 这么红的红色吗 我也是第一次见过 这是西班牙国王赏赐给我的 一般的画家 肯定拿不到 所以这一次 我们用这两件法宝 完成这幅剧作 于是 大家就开始挑灯夜战 第二天 天还没亮 卢本斯叫醒了大家 快醒醒 完成了 本来还睡眼朦胧的大家 突然一下子 被眼前壮烈刺激的红色震撼到 原本一个该沉默哀悼的故事 竟然让这种 纯度极高的红色 渲染的惊天地气鬼神 卢本斯爵士 西班牙国王公使在门外等候 卢本斯赶紧穿上功服 离开了画室 卢本斯一生就是这样的忙碌 在艺术家和政府高官两个角色间任意的切换 作为外交大使 他深得各个国家人民的喜爱 但作为艺术家 他更是受到人们的追捧 无论古今 人们需要一个外交大使 卢本斯 但也更需要一个艺术家 卢本斯 这一曲激情的前奏号角 吹得我浑身毛发都梳了起来 看来我们要走了 要去认识一位 比卢本斯更热血 更激情的青年艺术家 哦不 准确地说是一群 他们是谁呢 下次你就知道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